這是一個未來趨勢 未來的趨勢 接下來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我不接受現金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而已 能夠了解嗎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 百達斐力跟我換勞力士 你不能跟我用現金買 能夠了解嗎 從今天開始 在我們藍庭公司 你要買勞力士 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買百達斐力 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我們不接受現金 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 連接NFT的股票來換 我們才接受 這是一個未來趨勞 未來的趨勞 接下來要買百達斐力 要買勞力士 我不接受現金 來我這一台 你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而已 能夠了解嗎 來我這一台 只能用NFT的股票來跟我換 百達斐力跟我換勞力士 你不能跟我用現金買 能夠了解嗎 世大隊在日前接獲民眾報案 他們指稱 聯某他等人透過網路直播的方式 來販賣NFT區塊鏈的商品 並且強調這個NFT 他本身的賦能價值 以及他未來可能的獲益 那以至於多名的被害人一時不查 在購買了NFT之後 那因為無法實際將這些NFT 那兌換如剛剛所講的 賦能及附加價值 因此向本局提出詐欺告訴 那世大隊受理之後 立即跟台北新北的警方 組成專案小組 全力來收證 那同時報請新北地檢治國 黃冠傑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那在今天凌晨上午的時候 來發動搜索跟具體行動 那一共帶回聯險等事人到案 那現場有查扣 這一次NFT賦能所使用的一個 GRA的鑽戒 以及iPhone 13的模型機 還有它涉及來經營這個直播網站的 手機電腦等張證物 那預計訊後之後 會依刑法的詐欺 以及組織犯罪條例等罪嫌 來移送新北地檢偵辦 那這邊要特別呼籲大眾 因為NFT是一個新興的區塊鏈的商品 那是否能夠兌換相關的賦能價值 以及所述的等值的商品 這個是有一定風險 那也請民眾要務必小心 不要輕易的投資不熟悉的 虛擬通貨的一個商品 以免受騙 那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打電話來諮詢 16反詐騙諮詢專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把它披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